我們要分屬的職訊翻演 那其實各位就是後續如果公司假設報大檢之後 那會依照那個大量警戶勞工保護法 會去約定說60天之後 然後就去跟各位終止勞動計約 那理論上那時候我們應該會拿到 飛車以及證明書 所以後續的程序就會透過 就會進到失業警戶 那或者是說職業訓練 那甚至各位在去情理相關的今天的過程中 那我們的就業中心也會 就是幫大家去找博士的工作 這個是比較後關的程序 那我這邊是針對勞職正義的調解 去跟各位說明 那我先講一般情況 就是如果公司跟員工之間 那我因為有一些事像連說 那個資前輩 然後甚至是基線工資的部分 那其實勞工這邊 他可以跟我們 桃園市政府勞動局的勞職關係科 提出勞職正義的調解 那調解的方式其實主要是分兩種 第一種是指派調解人 那調解人的部分就是 其實應該是說獨論調解人 他就是會有一個調解人 然後針對勞職雙方 我們就開一個會 然後會中針對雙方的訴求 那看有沒有共識 那如果有共識的話 就調解成立 那另外一個方式是組成 調解委員會 那婦女系嘛 就是他就不會是獨論的調解人 所以調解委員會中 那勞方這邊他可以選那個 就是代表自己的調解委員 那資邦他也可以選那個 那除了這兩個委員以外 還會那個就是主任的主席 就是主席的調解委員 然後三方 那依據正義事項來去做調解 那為什麼會去講調解 其實這個涉及到說 相關的一些權力 可以透過我們調解的方式去確認 那我當然知道就是獨同剛那個 我們羅屋長有去跟各位說明說 那個平均公司是怎麼計算 然後資前費等等的 那其實你們在 就是要申請調解的時候 會去提寫你們的訴求 那比如說 那個公司欠我多少資前費啊 然後去欠我多少工資啊 工資的部分也會比較明確 那資前費的部分就涉及到 平均公司的計算 這個是先跟各位做一下說明 那接下來這一張投影片 是針對我們的那個 調解申請書的填寫範例 去跟各位說明 那申請人的部分就是 如果只有當獨立的人 那就是基本資料寫一寫 那對照人的部分 一般是公司 那當然其實實務上公司 也可以來跟老公提出 調解的申請 然後調解方式 就如同我剛剛講的 有調解人跟調解委員會 那調解人的部分 可以由主管機關指派 就是我們郎東局這邊指派 或者是由民間團體這邊指派 調解人 那如果是公民間團體指派的話 會比較快 那調解委員會的話 會涉及到各個委員的時間 所以可能會 時間上會比較久 那調解申請書 當然要寫一下 就是老子正義的 事實的進貨 然後你們的請求 你的項目是怎樣 那其實實務上 也有一部分是 有些勞工他們會去跟雇主 就是請求說 要派立貼自願離職這樣 因為有一些可能會爭執說 就是我不是自願離職的啊 我其實是被雇主解雇的 所以這個都可以是你們的 調解的爭議的事項 然後最後再調解申請書的 申請人的部分就是簽名 那這個就是你們 剛剛的部分就是 如果只有一個勞工的話 其實只要在這邊 在你的事實經過 然後跟你的調解事項去寫說 就是要請求多少錢 這個是只有勞工人數 就是比較少的事項 但是如果 比如說像 今天假設說 就是有這麼多的員工 都想要去跟公司這邊 申請勞資正義的話 那可能就是要寫這個 勞工名測分請求 進入離職領的部分 那這裡就會有 比如說平均公司 期限的工程 該公司之前費等等 那因為其實實務上 如果多人申請的話 一般其實是 會委任就是 某某人 就是代表學習 那我們這邊就是 跟各位建議啊 如果到時候真的有需要 去做勞資正義的調解的話 那其實可以委任 委任公會這邊 然後代表 就是各位來去跟公司 去做調解 那我們勞資正義的調解的申請法 到我線上申辦 那或者是說 也可以到我們 勞動局的網站上下載 那原則上 因為其實如果 今天正義人數比較多的話 還是建議就是共同申請啦 因為你們個別申請的話 其實就變說 那個時間會比較 拉得比較長 而且其實 針對你們的訴求 我們當然是覺得說 比較多人一起去爭取 比較可以讓公司來重視 以上是我的終於 謝謝